大家好,我是金翁炎遠線 今天講建築研究20.2 吳州可能舊子的斯棟天橋簡介 就是南北松天橋的特點和差異 我們上一期是講這個天橋的結合面感 今期就講這個特點和差異 首先斯棟天橋有兩組或者是有兩條 南邊一條,北邊一條 所以它是松天橋 這兩條天橋,南北兩條 它的建築是有一點差別的 我們看到那條是南橋,那條是北橋 南橋是創上之下,有一條柱這樣做支撐 北橋是沒有柱的 我們先看北橋,它是怎麼沒有柱 北橋這個橋板,或者是橋身 它是同一邊的附樓 的走路 它是用為一體,一體嬌促而成 一下子高敗那邊,扔向那邊 鋼筋水岸都和那邊是 是混合了一體的,所以 它就沒有需要有柱做支撐 要注意就是北橋二樓 二樓 二樓有兩條柱,那一條 另外那邊有一條 看物件 那條柱賣當年原裝的 賣回那樓原裝的 它是後世為開蓋 加固的橋面 看到那條?橋面那條開列 開列 橋面開列,所以它為了加固 所以就頂回那條柱,就頂住 頂住 是這樣的 那就是南橋呢 南橋,你見到它有柱嗎? 它為甚麼有柱 因為它和附樓 賣一體式 賣一體的交錯 就是那裡是 橋板和附樓走路 連接那裡 就是那裏 它是有一條間隙的 那裏間隙 又是間隙 所以它賣一體的 賣一體的 以李蘇東言的 它就要有柱 有柱頂住 賣完呢 它就支撐馬桶 這個 很容易理解 我們看看這個南北兩樓連接柱的代表 這個是北樓 北樓的 橋板和附樓的走路 一體的 一體叫做 賣一體的 賣一體的 那邊是南樓 南樓的橋板和附樓的走路 有間隙力 所以這是代表 這個是南橋 這個是北樓 兩者代表 同時說中式 就是北樓 這個橋板 側面 它有這種善角中式 就是這裏位置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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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細節 就是 財席方向長 水平方向短 我們要注意那裏 那裏比較重要 就是 財席方向長 水平方向短 長 短 長 短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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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反過來 反過來就很難看 那裏 一定是財席的長 水平的短 然後呢 南橋 南橋 看到它那裏 是不是有善角的 北橋那裏 也有善角 因為有公園照 就更加明顯 這個善角 南橋不是有的 那裏是平平的 所以呢 從中式來說 北橋 更加廣告 另外 北橋 南橋 還有這個 遮阳 董語 這個 啊 這個 壯字 南橋 不是有的 所以北橋 就更加 更加廣告 另外就是 這個 街梯 南北 街梯 這個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北橋 北橋 這個 我們看到 或者 我們先看南橋 南橋 我們直接看得 健全這個 一級級的 這個 樓梯 是吧 北橋 看不到的 因為北橋 北橋 外面 這裡 有斜坡 擋住 所以 導致 街梯 是外路 是吧 兩邊 有斜的斜坡 擋住 擋住 街梯 所以 就看物件 南橋 就沒有 所以 南橋 街梯 直接是外路 那 這一種街梯 外路 和外路的 特徵 在 歪洞 西外樓梯 又有表現 你看到 歪洞 西外樓梯 三樓 上三樓半 三樓上三樓半 這段 是建立一級的街梯 它是外路的 但是 二樓上三樓 是外路的 外面有斜坡 擋住 同時 同時我們通過一些 歷史照片 就可以知道 斯洞天橋 這個建造神著 它肯定是先 建北 再建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 這一張 是歷史照片 這一張是 接壤 黨語的講 然後呢 度 是 度 是 所以呢 現在 看到的這一段 是北橋 所以呢 這些歷史照片 就反映了 反映了 就當時 拍過這張照片 北橋 南橋 就不見 所以呢 南橋是後面才見的 與志同成家先 我也是說的 北橋 因為有這種 只是御設施 和這個裝飾 還有就是 他和這個腐流 是一體化 一體嬌緑 所以 北流 就更加的廣告 最後說一些 局地的 這個 這個 舊子 海關舊子 是有 天橋連接豬腐流的 我們看到的 這個 廖仁丹東的 安東關三道龍 和分關舊子 是有 這樣的 設計 同時 就這個 佛山三水 蠔口 海關舊子 這一款 我就沒有方便展示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網上 找資料 他這個三水舊子 也是和吳州 差不多的養飾 這期就說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好